今天头哥给大家带来的是 1981年上映的香港武侠恐怖片《雪鹰鹉》 喜欢老电影的朋友千万不能错过 好了废话不多说 开始今天的解说 这部电影讲的是 传说幽冥珠魔又魔雪化成了一只雪鹰鹉 只要有人看见它就能许三个愿望 因此许多的江湖高手一直追寻雪鹰鹉的真相 而与此同时 王府一夜间丢失了13箱珠宝 王爷大怒 命令总管郭凡连夜彻查 随后总管带兵路过了一片树林 此时正是黄昏 突然间天色大变 发起了一阵狂风 出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 接着他告诉郭凡 你看到我可以得到三个愿望 只要你活着都能实现 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雪鹰鹉 总管吓得瑟瑟发抖 随后他说出了第一个愿望 希望可以找到珠宝 果然鹰鹉帮他实现了愿望 总管顺利的找到了失去的珠宝 可把他给激动坏了 随后有人报信 总管的儿子起码发生了意外 不幸摔死 总管伤心欲绝 他把这件事告诉了王爷 说自己遇到了一只雪鹰鹉 他可以实现自己的愿望 希望他可以救自己的儿子 王爷却他节哀顺变 突然间又刮起了一阵风 儿子的棺材颤抖了起来 而总管也激动坏了 他准备打开棺材 而王爷觉得郭凡疯了 说不定会放出什么怪东西 接着王爷的爱妃急忙上前阻止 两个人纠缠在了一起 情急之下 妃子拔剑刺向了总管 随着总管的离去 棺材也平静了 可这时门外传来了珠宝又被盗的消息 王爷一听又气又急 救病复发一头栽倒在地 没有了呼吸 最后王妃也选择了引剑自吻 影片一开始就是交代了这样的一个故事 而这件事很快传到了江湖中 众多江湖侠客 更加对神秘的血鹦鹉和珠宝感兴趣了 其中有一位名叫叶霆锋的侠客 大家都说是他接走了珠宝 无论他走到了哪里都有杀手袭击 让他非常的苦恼 于是叶霆锋赶到了点点调查此事 到了晚上 叶霆锋路过了一片树林 突然看到了一道红光一闪而过 他马上追了过去 遇到了一个奄奄一息的人 他劝叶霆锋马上离开这里 因为当人看到红光 血鹦鹉就会出现 叶霆锋说 这不可能 这只是一个传说 接着这个人很快就领了盒饭 就在这时 突然跳出了一个人攻击叶霆锋 这个人的武功极高 叶霆锋跟他打成了平手 停下来一问 原来此人是中原名捕铁恨 他是来追查珠宝的下落的 所以过来找总管的弟弟 他是总管唯一的亲人 而刚刚那个死去的人 就是总管的弟弟 随后铁恨把他的尸体 带回去检查 得知死者是中毒而亡 铁恨感觉叶霆锋 看起来不像是一个卑鄙小人 不可能下毒 这时又有了新的发现 尸体中有一颗罕见的珍珠 死物是王府尸切的珠宝之一 正说着 天边闪过了一道红光 两人急忙追了出去 突然一道强烈的红光袭来 还有一只血鹦鹉在狂舞 一个不留神 铁恨就被扑倒在地 很快红光又消失了 风平浪静之后 铁恨奄奄一息 他让叶霆锋帮自己 把他的尸体运回去 接下来叶霆锋又多了一项新任务 带着棺材赶路 他来到了一家客栈 两个小混混感觉很奇怪 这个人带着棺材吃饭 于是就过去捣乱 接着叶霆锋教训了他们 并没有要他们的命 突然红光再次出现 一刹那这帮人就领了盒饭 同时酒店老板养的一只鹦鹉 也挂掉了 随后老板说 鹦鹉的名字叫小魔神 叶霆锋感觉很奇怪 询问得知 鹦鹉是一名外号叫雪鹦的女子送给他的 女子在鹦鹉楼上班 叶霆锋感觉 这件事可能跟雪鹦鹉有关 就来到了鹦鹉楼找这名女子 接着来到了女子的房间 叶霆锋看到墙面上 有一幅十分诡异的画 上面有魔王 雪鹦鹉 似乎还有一双眼睛 雪鹦告诉他 这是幽名珠魔 为神魔庆身的画 觉得有趣就让人装在了这里 至于是谁画的 他也不知道 叶霆锋不喜欢这幅画 于是去了石灰店 想买些石灰把它涂掉 然而他在石灰店 遇到了一群杀手的袭击 好在他身手不凡 而在回去的路上 还被一个神神叨叨的老太太给暗算 这次依然被叶霆锋躲了过去 可一眨眼 老太太就不见了 接下来叶霆锋又遇到了一个高手 这位是常见高欢 他说真正想干掉叶霆锋的人是李大娘 然后两个人就打在了一起 两个人打了十几个回合不分胜负 于是叶霆锋躲进了旁边的棚子里 高欢冲进去寻找 没想到叶霆锋却反倒奔了出来 还随手刺了一剑 就这样高欢一头栽倒在地 这时石灰也撒得差不多了 只好再去买一袋 回来的路上 叶霆锋看到一个男人 正在处理高欢的尸体 男人告诉他自己是一名捕快 还劝叶霆锋尽快离开这里 此事由名捕刀剑长孝来处理 回来之后 叶霆锋将墙上的画涂成了白色 随后和雪奴聊起了那个神秘的李大娘 原来他是雪奴的母亲 雪奴说他是一个魔鬼 叶霆锋见到他 就不会再见到自己了 这时棺材忽然抖动了起来 叶霆锋赶忙去压棺材盖 这时两个捕快来到 说是在缉拿犯人 要打开棺材看一看 叶霆锋本不同意 但两人坚持要打开 而其中一人碰到了铁横的身体 中了剧毒 尽管砍去了一只手 还是领了盒饭 随后叶霆锋上前查看 回头时棺材里是空的 这时另外一名捕头也挂了 原来这两人是 名捕刀剑长啸的手下 他也在追查此事 还带了一名艳师官 经过勘察 这些人的体内发现了毒针 很明显被人放暗器 然后中毒身亡 但刀剑长啸却发现 艳师官隐瞒真相 艳师官担心事情败露 马上就解决了自己 接着长啸马上带人来了鹦鹉楼 打开棺材查看 没想到叶霆锋从里面跳了出来 双方一番对战 毕竟无冤无仇 冷静下了一谈 原来两人都在追查此案 突然墙壁上有一双眼睛闪过 几人找到了隔壁的房间 里面住着一个疯疯癫癫的神婆 长啸将他给制服 然后一番寻找 果然有一个孔可以看到对面 而屋里有一些痰痰罐罐 像是用毒的高手 正说着就有人打翻了一个毒气瓶 瞬间失去了意识 很多人都发起了狂来自相残杀 只有长啸一个人摸到了解药 就连叶霆锋也丧失了意识 叶霆锋凭借着仅有的意识冲到了外面 想用雨水来恢复神志 而在迷迷糊糊之中 感觉有一个人在给他喂解药 看背影像是铁恨 不久在回去的途中 叶霆锋发现 以五三爷为首的一群人 在计划抓血奴 虽说是会武功 可是血奴还是被一群人给绑走了 途中一个以锈花针为武器的女孩子 红玉为救血奴和黑衣人打了起来 可对方人多势众 幸好叶霆锋及时赶来救下了血奴 平静之后 血奴告诉叶霆锋 红玉是受他母亲之拖来保护他的 没想到当晚三爷亲自出马 但被叶霆锋给堵住 面对他的质问 三爷告诉了叶霆锋一个秘密 血奴是滇王府的私生女 原来当年三爷在王府工作 有许多机会接近王爷 无意中发现了这个秘密 之所以绑架血奴 是为了追查那时三乡珍宝 正说着 之前的那个神婆冲过来阻止 两人打了起来 这时长孝也赶来 混乱之中 五三爷还是将血奴给劫走了 原来三爷也是想利用血奴 威胁李大娘 交出王府的那十三乡珍宝 没想到李大娘不顾亲情 给了血奴一支毒镖 于是双方打了起来 不一会儿三爷就领了盒饭 叶霆锋及时为血奴疗伤 而长孝和李大娘打在了一起 不知不觉中 长孝到了一个满是毒物的山洞里 下场可想而知 与此同时 叶霆锋和血奴也迷了路 慌乱之中 两人还走散呢 没想到此时 叶霆锋看到了传说中的血鹦鹉 还受到了一个老者的袭击 一番较量下来 叶霆锋占了上风 老者告诉叶霆锋 世界上根本没有血鹦鹉 只是一盏会发光的灯而已 可叶霆锋不打算放过他 混乱之中 老者的面具被划开 竟然是王府的总管 这时叶霆锋却被困在了机关内 突然李大娘也露出了真面目 没想到他正是王妃 为了让叶霆锋死个明白 王妃说出了事情的真相 所谓的血鹦鹉 只是王妃和郭凡 为了私吞十三箱珠宝设计的 没想到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鸣捕铁横跳了出来 原来他在红光之中 用一块磁铁吸住了毒针 于是将计就计设计假死 随后铁横和两人展开了机盏 一番较量下来 王妃和郭凡先后领了盒饭 很可惜的是 铁横也因身重汗气倒了下来 本以为无路可逃的叶霆锋 却看到空中抛下了一根长绳 顺着绳子爬上了一看 原以为是鹦鹉救了他 这时听到了一阵声音传来 原来是血奴救了他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本片是少使在走下坡路时的 一次大胆创新 既有惊悚悬疑 也有一些武打片段 是那个年代有勇气的创新之作 血鹦鹉改编自古龙的同名小说 还原度也很高 到现在也无人敢翻拍 喜欢看老电影的 可以去看看原片哟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我是小涛 一个爱看恐怖片的电影解说 如果你有什么想看而不敢看的恐怖电影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小涛 让小涛来给你解说一下 最后大家晚安哟